指引 哎呀 我怕你很快 被打燈了 再加一塊 好 好 打碗 先 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頻道 我是Fan 這個節目也會叫做吉他&Fan 那就是吉他 & 那這集呢 跟大家說 這個頻道終於要拍更多關於音樂的一些講演的影片 今次這個新的系列 這個新系列呢 我們是會有一些 不是一些吉他教學來的 純粹是一些吉他的分享 那我希望就是想用一些我們平時彈吉他我覺得 有趣的東西 去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大家會 對於彈吉他有興趣的人 就希望 對於彈吉他有趣的人 啊 對於彈吉他有興趣的人 就會令到他們覺得 有些中間我們平時彈的東西 是 是 彈吉他我覺得很有趣的 想分享給大家聽 所以就 開了一個新的系列 這次呢 我是一次過拍了十二集的 第一季 對 集中都會說一些 是我平時的 紙彈 或者是 什麼 可能是 我都會覺得有趣的東西 都想跟大家分享 一些 拍片的一些吉他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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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一集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個 東西呢 第一個要分享的東西 就是這個 好 這是什麼來的呢 這是一個調音的東西 那 那 我之前呢 其實很早在很多年前 其實已經是有一些 是 很厲害的 一彈一條弦線 裝在吉他上 結他頭上 然後一彈一條弦線 他就馬上就幫你調整音了 總之你彈一條弦線 他就自動幫你調整音了 那 真的有十幾年前 的科技來的 那 那時候覺得很厲害 彈完 之後 立刻可以自己幫自己調整音 而且很貴的 如果這支吉他要裝的話 就很麻煩 那 後來就當 就發現了這支 那這支 其實都出了好幾年了 純粹拿出來 就是覺得 也有幾有趣 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這支 拿來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是一條調音器 其實是 按上 扭一扭 然後按下 是 你們來降音的 對 這個之後 他還可以 幫你自動調整音 吉他也可以 又可以 一條電線 一條調音 但他要逐條 調 Headstock Tuning Key 然後再 他才會幫你調 很方便 對 而且也不是很貴的 我買的時候 五百多元 但我剛剛搜尋 已經減了價 現在只不過是四百多元 他有兩種顏色 對 我買的時候只有黑色 現在還出了銀色 挺漂亮的 而且他還不用電心 他可以充電 平常插的 電線 直接可以充電 所以他不用浪費電 浪費電心 不同的Tuner 都是電心的 所以他可以就這樣充電 就可以調音 用法 用在上來的時候 怎樣用法呢 我現在馬上示範給大家聽 那我現在有支結他在這裡 其實這個本身是適合音的 我們試試 扭低他先 扭低他 調低到一個點 這樣 現在已經鬆到 對 在這個狀態 再幫他調一調音 怎樣調呢 我只不過是把這件 這個東西 然後在Tuning Key 這個位置 放上去 按音 就可以直接幫他調音 對 現在我 彈了 當然 如果他完全沒有音的話 他就感受不到 所以一開始 我們要先推 推到 就是幫他扭 扭高 扭到有音 先去那個音 看看要多久 現在我們計時 現在是沒有音的 好 開始計時 好 我們現在開始計時 來一次 剛才有點意外 剛才這個 現在這個開始 這樣就完成了 哈哈哈哈 由鬆完整條線 就馬上再調合音 先放了這條線 放了這條線 放線都很方便 因為你可以按住它 按單 就是這樣 這樣 現在已經鬆到這樣 鬆到這樣 鬆到這個狀態 然後我們再 再扭一條線 3 2 1 開始 搞定了 哈哈 又鬆完 開始計時 它就一下子扭到正確 對 那你試一下這條四線 再試一下這條線 對 又鬆完先 又 對 鬆完 好像這條長一點 哈哈 我覺得都幾方便 當你調音的時候 平時你扭的話 都不是不行的 平時你這樣攪拌 用攪拌 那些攪拌 都可以攪拌 但如果你攪拌 它的話 首先要自己動 那要調音音 那你用心 慢慢再 再調音音 那這個就不值 這個按一下 它就馬上幫你調音音 那樣 我覺得都幾好用 而且也是講價錢 現在是講四拍幾乎 上網買的 那純粹是一個分享 來的 不是一個熱背 挺特別的 那今集分享是這麼多 一年有十二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可以的話就訂閱我這個頻道 每一個星期 我都會出一集 希望大家有心機 留意看看我這個頻道 那就是這麼多 那下集 Gitai and Fan 再和大家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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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